大家好,我是年糕 这是一段关于长牙的影视解析 每年至少有250万人莫名失踪 他们可能被卖作性奴、奴工、割取器官或随意杀戮 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估算 全球范围内每年被贩卖人口数甚至高达600至800万 那些海外旅游局的绝美风光宣传片 让许多人也忘记了那里也存在着许多的黑暗角落 危险又邪恶 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总结报道 人口贩卖不分男女老少 目前被贩卖的女性所占比例为51% 男性21% 女孩20% 男孩8% 7月10日当天 爱琳从法国巴黎启程去意大利米兰工作 客户自称罗卡尔科伯 要求爱琳在7月11日赶到米兰 担任摄影模特 按照约好的时间 她来到了客户位于米兰的工作室 一进门就遭到了袭击 一个男人从她身后靠近 用力捂住她的嘴 另一个男人在她手臂上打了一针 随后爱琳就失去了意识 等爱琳醒来时 发现身上的衣服换成了粉色的紧身连体衣 手腕和角落也被靠了起来 嘴上还贴了胶带 在等待赎金的同时 犯罪分子已经将爱琳的信息挂在了暗网上 19岁的女模特出生在英国 在意大利被绑架 囚禁在德国 起拍价30万美元 嫌疑犯刻薄告诉爱琳 在过去5年 她以贩卖人口已经赚了1500万欧元 平均每周卖出3个女人 差不多都被卖到中东地区 后来犯罪分子发现爱琳有一个孩子 因为绑架妈妈 违背这个犯罪组织的原则 犯罪分子答应爱琳 以4.5万英镑赎回自由之身 7月17日 组织开车把爱琳送回米兰 也就在这时 卢卡斯被埋伏的意大利警方逮捕 网家爱琳的犯罪组织叫做黑死病 冷酷 邪恶 谜团重重 在线约会网站曾做过统计 发现亚洲女性在各种男性眼中 魅力值高于平均水平 据美国国务院不完全统计 在中国受害者遍布60个国家和地区 不说绝对 中国女人的被危害系数相对较高 看到这里 男人们可能觉得自己 不会成为人口贩卖的对象 但据联合格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统计 2014年人口贩卖受害者中 五分之一都是男人 还记得获得2016年 普利策新闻奖的东南亚渔奴报道吗 那些以1000美元价格被拐卖到印度渔厂的男人 他们被劳务公司以假身份骗来做奴工 每天都要工作20-22个小时 工作环境恶劣 吃睡严重不足 还有人甚至被关在笼子里 过着被雇主拳打脚膝的日子 暗无天日 看到这里 你恐怕已经一身恶寒 思考着还是外衣不幸遭遇海外人贩子时该如何逃脱 无论如何 当你孤身一人身处海外的某个不熟悉的地方 缺乏援助的情境下 为自己准备后路总不是坏事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我是年糕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